遇到這種情況 真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管道間的打掃 真的要特別特別 一定要再生一個食物圈 絕對不容易讓大塊的食物圈 從管道間就直接掉下去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舊屋改造的過程中 如果有需要用到管道間的給水 所以就是要從管道間去排管的情況下 師傅通常是去試做跟判斷一些情況 因為這邊案子的部主 他想要把室內給水的煮蛋丸要把它換新 那一般的大樓通常是 整棟大樓的水管是從旅行進來的 然後經過水塔 再經過一些水地向的設備 最後再經過一根煮蛋丸 下來到每一個屋頁 然後再從源頭 下去分給每一個屋頁 需要用到的水平的位置 現在的新陳屋 他們的那一根 針對該部源頭的鋸管 通常都會在室內會有一個水管的開關 我們很容易就會看到它的源頭的感覺在開關 但是有些舊屋它是沒有做鋸管的位置 那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屋主要說 要把室內的那一根源頭水管要換新的話 基本上就要判斷那個源頭的水管是放在什麼位置 那這個案子 是30成的舊屋 所以它沒有進水的水把源頭 所以我們師傅就從管道店去找到 當初埋在牆壁裡面的水管源頭的位置 這個就是水把的源頭 這個是我們師傅後來蓋的 原本它的源框是沒有這個東西的 那通常它會在其中一間浴室 或者是在廚房的天花板上面 那一開始沒有這個東西 師傅就去判斷說管道間裡面 是不是有我們這一戶原本的水管源頭 一開始師傅是爬上去檢查說它的水管有幾次 因為這邊是五樓 剛剛有說到就是 每一戶都會有一隻水管從天管下 所以也就是說 比賽的樓層是幾樓 在管道店裡面看到的水管就證明了 那因為我們這邊沒有 所以當初師傅上去檢查的時候 就有檢查到一隻水管 但是師傅不太確定 到底哪一隻水管 就或者是我們有水管 到底可能不在裡面 室內任何一個地方開水 水管裡面就會有水經過 然後師傅就會看 有沒有哪一隻水管是有在這裡 就是代表那一隻水管 就是這一戶的圓頭管 然後這種情況下呢 如果要改這一戶室內進口的那一根水管 已經確定圓頭管的位置了 那就必須要打開管道間 去從裡面把進來這一戶的主水管去更換掉 這種情況真的比較少遇到 這種時候就必須要開支部 想辦法在管道間開的動 開桶需要特別特別的想法 因為師傅不小心呢 在打牆的過程中 如果有大塊的狀塊 不小心掉下去 有可能會打破管道間 以及其他水管 那這樣子目的就非常之重 所以師傅通常在打 整道間的牆壁的時候 就會先往下面 由小洞開始挖 那會有一些小屑屑掉下去 這些小屑屑掉下去 基本上是還好 不要讓太大塊的石塊掉下去 一開始師傅會先打小洞 再用東西塞進去 讓接下來上面的石塊 我們至於掉進去管道間的水管 要1.5度 1.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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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超它 所以不能讓大塊的石塊 掉下去去炸或管道間其他的水管 管道間打開之後呢 後來我找到這一支槓管 是我們的 所以原本 這種舊房子 它是從這一支組 進水管 去接到下面這個水管去 然後再從牆壁裡面 去分給每一個需要用水的地方 那屋主主要是想要換新這一根管 就是進來我們室內的這一支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切斷 從這裡 這裡原本是下來的 師傅就從這裡開始切斷 然後把管 帶回去我們這間廁所的天花板上面去 然後再把管線分出來給每個地方 我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水扒的浮干房位置 這個就是從剛剛的落石拉 從管道間流下往上拉 拉出來做一個新的進水管 然後再去分發給 像這個灰色就是人水管的部分 去分發給各個需要用到水的空間 熱水管的部分 白色這個是熱水管 它裡面是金屬 熱水管裡面都是金屬 熱水管的部分就是人水管要 像我們這一支 這支源頭 人水管要牽 一直牽 牽到陽台的熱水器的位置 人水管到時候會牽到陽台熱水器的位置 現在還沒拉出來 然後再從熱水器的位置 經過熱水器變成熱水之後 要再從外面 白色管的地方 去牽給需要用到熱水的入水口 所以一般舊屋的給予的路線 都可以大致上是會 遇到這種情況 真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管道的接觸 真的要特別特別 一定要在那邊的時期 卻不絕對不容易 讓大塊的石塊 可能要給你掉下去 萬一真的砸到了 後面的路面會蠻嚴重的 其實這種情況比較少遇到 所以這一集就想要把它拍下來 做一個紀錄給大家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讚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不斷的更新新的主題的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